这个女人真倒霉 出来捋个油 竟被困在了一堵隐形的墙里面 这堵墙看不见 可却摸得着 甚至开小汽车去撞 墙也没有丝毫反应 就在女人好不容易看到 有一辆装有木头的卡车时 前面竟然也有一堵隐形墙 挡住了她的去路 没办法 女人开始慢慢接受这个现实 为了生存 她开始种植蔬菜 在这个小木屋里 陪伴她的也只有小动物 为了缓解孤独 她甚至将衣服挂在树上 营造出一种有人的迹象 女人就这样和小狗过着静谧 而又幸福的生活 似乎能不能出去 已经不再重要 而她也很享受这种时光 可就在某一天 女人和她的小狗 正准备回屋的时候 小狗好像发现了什么 便立马向木屋跑了过去 女人急忙回屋拿出了她的猎枪 可出来时 竟发现 一个人正拿斧头砍着自己的小狗 女人没有丝毫犹豫 便抠下了扳机 男人阴声倒地 可狗狗终究也是没能救过来 看着死亡的狗狗 女人伤心至极 而面对男人 女人并没有一点怜悯 以后 她不再期望 看到任何人 也不再试图打破 一直困着她的 那独隐形墙